这个油管时尚博主正在直播带火 对着镜头还没多说俩句 脖子上就莫名其妙挂了两条牛仔裤腿 众人疑惑地看着 直到裤腿拉紧 活活地将网红给勒死了 随即站直身体 开始对着现场的人群展开屠杀 这条来自印度工厂的牛仔裤 对人类有着异乎寻常的仇恨 尤其是这家服装公司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出入职场的新人小丽 一腔热血 揣着童年理想 进入这家知名品牌时装店打工 显然这家店的社储 没什么兴趣与精力去管这个小萌新 店长也是没心思待他 直接把他扔给了属下眼镜小哥 上来就对他讲起来员工守则 第一条 就是所有员工必须得穿本店当季的衣服 然而小丽身上的衣服昨天才过急 这下只好自己掏钱上班了 话说你们这有员工折扣吗 对不起 我们这是福报公司 员工打折有损公司品牌形象 不好意思 那打扰了 来到卫生间中 俩个女员工吐槽店长的不合理排班 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生怕他们没事做 一旁的金发妹偷拿了一件仓库中的新品 就穿在了身上 可没过一会儿 金发妹的身体就感到异常不适 以为是生理期的她 又回到了洗手间 公司老板亲自上台演讲给同事们打鸡血 要有自信 要有坚持 要有热情 年轻人做事不能光想地回报 必要时应该主动帮公司分担压力 等公司融资上市那天 在座的各位都是股东 听懂掌声 现在公司的新一代素身牛仔裤 由世界顶尖的时尚纺织顾问与缝纫专家 清净心血 历经七七四十九天打造 它能自动符合身形 不分什么S码 L码 XL码 统统不要码 管你胖子 瘦子 二愣子 穿上我们的超级素身裤 统统变成充野养子 新产品明天就即将面对市场 迎接我们敬爱的广大消费者 为时尚界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希望在场的员工明天给我把销量冲到月球 不过有一说一 这超级素身裤真如老板所说 不仅完美适配穿上的人 而且还能根据宿主渴望S腰的想法 持续收缩 谁知招架不住 一不小心就变成童装 金发妹也拥有了她梦寐以求的小蛮腰了 第一个领了便当 那条牛仔裤一定是个厨女座 容不得地板上的血迹 前前后后就舔了个干净 随后在店长的要求下 卷发女来到卫生间寻找金发妹的下落 可卫生间空无一人 只留下那件牛仔裤 明晃晃地挂在隔间的门上 那商标仿佛有魔法一样 充斥着女人的眼球 诱惑着女人换上了牛仔裤 即使牛仔裤表现出异常的样子 女人也没有丝毫脱下来的意图 在牛仔裤的操纵下 静止地冲向墙上的挂钩 Game Over 牛仔裤实现双杀 商标上也显示了两颗勋章 在几位同事互相推辞之后 去找失踪的那两个员工 这一重大艰难的任务就交给小丽了 秉着不推脱 求好感的原则 小丽甘愿丢下了手头进行的工作 在厕所一番寻找之后 十分恐慌地找到了正在练鱼家的金发妹 但店长被叫过去后 她的表情却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表示这种小场面也不能妨碍明天的新产品上市 更何况公司为了新产品的安全上架 会实施店面封锁 没有讯号 没有网络 直到明早八点开店时都是密室状态 正当小丽想要将此事告诉大家之时 店长严厉地制止了她 对她进行了一段职场PUA 不断上架纸戴帽子 把这个职场小心人吓得一愣一愣的 在威逼力诱之下 小丽只好听从命令 将命案隐瞒 并一同处理掉了尸体 精神恍惚的小丽像失了神样 工作也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 眼镜男上前询问情况 小丽只好故作镇定搪塞过去 随后眼镜男在快递箱中 发现了藏匿在里面的牛仔裤 还以为是那俩个女同事擅作主张 坚守自盗 侵犯了公司的财产 就跑到仓库里打算将她物归原位 可恍惚之间 她的目光也被牛仔裤精致的外观所吸引 就在她抚摸裤子时 拉链咬下了她的手 紧接着是她的头 打完收工 找不到人的店长 随后和小丽发现了盒子中 支离破碎的眼镜男 这下小丽彻底绷不住了 当下就决定出去报警 但急于生去玉经理的店长 不可能会让她做出毁坏公司形象 和自己业绩的事 于是趁着女孩转头 一条模特腿就把她击晕了过去 可等到店长进入大厅中 店长看到这血腥的一幕 很是自觉地退了回去 将自己看到的一切 告诉了办公室中的女代表 但她觉得太过离奇 认为是对方 想耍小心机来恶意竞争区域经理 没听她的警告 就走到了外面 那自然也是惨遭酷手 而这条印度来的牛仔裤 听到印度女同事播放的家乡小曲 顿时心里乐开了花 站起来就扭了一段印度大秧港 可一通闹铃 就打断了牛仔裤的施法 非常尴尬地留在原地 看着眼前模特身上的衣服 顿时有个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昏迷中醒来的小丽 来到空无一人的大厅 从女网红的录像设备中 得知了幕后凶手 并将这段录像呈现 给那个印度女同事看 这可把她吓得够呛 但出去的门都已经紧闭 只好敲门来到了店长办公室 几人商议应该怎么办 从影像上得知 那条牛仔裤可以听着 宝莱坞的歌跳舞 于是就用音箱播放歌曲 果然就把她引了出来 几人万分震惊 小丽简单地打了声招呼 那东西立马做出来反应 并从她额头上的眉心点猜测出 这条牛仔裤大概率来着印度 女同事用家乡的语言 询问她的目的 没想到牛仔裤果然听懂 在地上沾了点血 就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积拉 小丽逼问店长是否知道这个人名 可她支支吾吾 牛头不对马嘴 甚至将公司的转基因棉花说了出来 在继续的追问下 积拉写下了自己可怕的遭遇 原来自己是这家公司 在印度血汗工厂的底层劳工 因为一次失误 导致脖子上的头沙卷到了机器中 无法挣扎 结果就是自己的鲜血浸染了那些棉花 而另一个震惊的事实 她死的时候才13岁 妥妥地征用同工了属于事 店长这下在想为公司狡辩 都哑口无言了 得知真相的他们 并不再惧怕她 反而出去想要帮她讨回一个公道 替她发声 可店长却端着灭火器 吓跑了积拉 面对店长种种邪恶的举动 小丽选择了辞职 和女同事一起去仓库找她 沿着地上的血迹 他们一步一步小心地来到仓库之中 这才发现不止一条杀人牛仔裤 而是更多 他们正尽情享用着人类的鲜血 可正当他们打算推出去时 店长立马关上大门 威胁着让他们交出录像机 以此来隐瞒公司的违法行径 否则就让他们死于牛仔裤手下 这下彻底是不装了 小丽与女同事敲咪咪商议 引店长进来拿手中的录像机 已经被升职加薪冲昏头脑的她 也顾不得有什么计谋了 大摇大摆的就跟了进去 利用对讲机找到了女同事的下落 也是二话没说 一刀子就捅死了她 但录像机中的记忆卡早已到了小丽手中 趁着门外空房 小丽打算直接冲过去 可还是被店长从后面抓住了 就在店长将小丽高高举起 就要窒息之时 一大群的杀人牛仔裤 气势汹汹地向店长走来 店长也是无路可退 被牛仔裤们活活扒了皮 吃干抹尽了 一旁倒地的小丽也是不敢吭声 牛仔裤们也是没有伤害她 惊魂未定的小丽来到大厅 离开店的时间也就剩俩分钟了 门外的顾客 郑旭是代发进来大肆购物一番 他劝吉拉不要再继续杀人了 这群人只是无辜的 可吉拉还是一声令下 让其余牛仔裤准备好进攻 小丽那瘦弱的身子根本无法阻止 那渴望商品的顾客 随着自己被推倒在地 鲜血瞬间就从伤口流了出来 消费者们也是在一阵阵尖叫中 给吉拉当了陪葬品 小丽也是第一天上班就莫名其妙地挂了 这部冷门的邪点恐怖电影 看着过于怪异与无厘头 和其他邪点恐怖电影一样 不是很在意剧情逻辑 主创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影片的创意度来讲的话 小丞本电影几乎将场景限定在一家服装店中 对于血浆与身体奇观的展现也丝毫不截止 这些对于血点电影来说都只能算作及格分 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牛仔裤听到宝莱坞的歌曲就有节奏地跳了起来 这一段观众第一次看的时候 大部分还是觉得相当黑色幽默的 属于对印度人文革起舞的标签展现了 除了电影本身的恶趣味 主题也是很明显在影射现实中存在的同工问题 以及外国企业对印度底层劳工的压榨 还有就是揭穿了转基因棉花的骗剧 从电影中死亡的印度少女和片尾出现的实验农田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美国公司孟山都致使20万印度棉农自杀的新闻 因为经济全球化 孟山都公司将自家研制的转基因种子 卖到了印度农业 因为口口相传这种子能够防虫增加棉花产量 大量的棉农哪怕是选择贷款也要购买高昂的种子 结果就是还是作坊式的印度农业 无法比肩美国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 导致需要大量水灌溉的转基因作物 在印度只能靠老天爷吃饭 外加上一些不法商家以刺冲好 混了许多非转基因的种子 导致大量农民债台高筑 最终绝望自杀 电影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对电影中的资本家角色展开抱负 可以想象这个意外死亡的吉拉 其父很可能就是自杀的棉农 既讽刺了消费主义 又以娱乐的手法为印度人 还有美国人自己 找来了心灵弥补 请不吝点赞订阅